因為今年它線報比較難 高彈跳 這一球形成了安打 但是打擊比跟28是安打 哇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補役啊 非常的紮實 進外球也會比較危險 這個位置漂亮 拉掉 就是一個變化球 這個位置真的是刁鑽喔 是 那如果你有控球 當然你可以到兩秒三塊 結果打穿有一隻防線型穿檔 要不要拚 繞過了三類之後 這個回傳球 take下來 來 沒有碰到喔 觸到out of出局 這邊要看 這邊要看 絕對要挑戰 第一時間出神是沒有做出任何的判決 所以補手趕快去做個補take 因為表示說他沒有看到 所以他沒有做判決 就表示說他沒有看到 所以張明昇的反應也算蠻快的 然後看著主神沒有反應 他就覺得 那應該是沒有碰到 趕快去take 是 那唐兆婷這邊就會覺得說 他應該是有 掃一步回到本蕾 並且他有碰到本蕾板 但是他好像是知道 他好像是有 他好像是有 我好像有 這張 我好像是有 我好像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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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角度 他第一時間這個時候是 補手也沒有做到他的一個觸殺動作 所以後來才去做補裂 相當關鍵的一個判決 究竟本壘的攻防戰 確認好之後 本壘的攻防戰是Safe還是要懂呢 Safe 改判 唐造婷真的是有輕輕的一抹滑過了本壘版的上空 記得要訂閱公視體育YouTube頻道喔 訂閱訂閱